好 我請教的是瑞德哥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 就是說這個網路遷賭的 這樣的一個例子 讓大家都覺得說 已經駭人不淺了 難道說現在呢 連這個檢察總長提出非常上訴 可是現在還是維持原判啊 所以很多的民眾就要問說 那你現在是怎樣 最高法院是鼓勵大家 變相去遷賭嗎 刑法第266條規定 那麼你如果你參加賭博的話 在賭客 依照之前的規定 你在公共場所 公然拒賭的話呢 你就一送把辦 但是你只划1000塊以下划金 你只划1000塊 然後最重要的其實是誰呢 其實是這個賭場的負責人 還有把風的這些員工 他們要移送法辦 其中負責人最高可以判到 268條的話呢 刑法可以判掉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這個就很重了 所以以前抓到賭場的時候 全部抓進來 包括這個負責人 全部抓進去關 可是問題是因為網路啊 網路我就密碼申請以後 我就進去賭啊 那我不是公共場所 現在對這個 是不是公共場所就有意見嘛 他就有爭議在這個地方嘛 那我為什麼說賭客 不要太高興 那麼刑法裡面的賭博罪 抓去移送法辦了以後呢 那麼起訴了以後 判最高就1000塊以下花金 那麼以現在的法律呢 如果最高法院認定就這樣 那我以後不跟你用 這個刑法的賭博罪送 對不對 警察機關可以直接用 社會秩序維護法 直接把你移送了以後呢 這個第84條可以划9000塊 你知道嗎 可是那是我在家裡面啊 這個矛盾嘛 我在家裡面啊 我不行嗎 我刑法 我們感覺上刑法是比較重的 對不對 對 對 刑法不是比較重嗎 而且你可以划這個1000塊 那我們現在不能划了以後 我們為什麼社會秩序維護法 可以划9000塊 那最主要是 所以最高法院其實在做這個判決的時候 他一有所指的在提醒警察機關 警察機關說 你不要因為這樣就不抓賭了啦 你還是要抓 不過你們警察機關直接把他送 檢疫法庭去 你不要用這條辦 你用那條辦 他比較重啊 9000塊 要用自己划 你知道嗎 所以喔 所以刑法多少錢塊 然後呢 社會秩序維護法9000塊 那你就把這些賭客全部送 社會秩序維護法就好了嘛 那中間差在什麼地方啊 跟各位報告一下 中間差在你的前科資料 前科 因為如果你用刑法送的話呢 那麼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你自己本身就是前科辦 你有個前科叫做賭博罪 那其實按照規定 現在其實大法官要求 你不能全部都這樣 現在真的還在嚴厲當中啦 那以前按照以前的慣例啊 你如果有一條前科 五年內你如果再犯刑法 判刑確定的話 你要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啊 喔唷 那會很重啊 你知道嗎 那因為大法官也是剛好 做成這個解釋就是說 你不可以大小案件都看這個前科 然後就全部都加重二分之一嘛 非在公共場所 或非公開的場合的話 你送檢疫法庭 社會秩序維護法 就簡單啦 講到難聽就是 把你動作說你這是小事情啦 你知道嗎 把你裁一下 最高也不過裁 三日拘留 這 花九千塊就算 花錢消災就了事啦 啊 怎麼會這樣 那我請教一下律師啦 因為現在很多人講說 這是不是法律有些漏洞 譬如說 你在這個簽讀網站上面啊 賭客 竟然是沒事的 那大家就想說 那如果說什麼電話下注的啊 用傳真下注的啊 那這些人只要他不是在公開場合的話 那是不是就沒事 那如果說他是去超商傳真的話 是不是在公開場合就有事 這個部分就如同剛剛瑞德哥講的 其實 還是算說刑法這邊 可能未來會有漏洞了 或者說現在漏洞已經出來了 但是其實社會秩序維護法還是有填補 但是就是一個是行政法 一個是刑法的概念 對 不一樣 好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 柏角的一個條文出來 這就是喔 我們的刑法其實很久的 二會廟比較大 他這個 民國去十四年就開始了 哎唷 所以 那些科技都發展成什麼樣子 那時候我們要報告就去哪裡報告 去交警嘛 對啊 去交警報告 後來就是卡電話傳真啦 現在就直接都線上了 所以他等於是法律他是跟不上時代 對 才會造成這個問題嘛 除了公開場所以外 還有兩 要過兩關 第一關就是說 再抓到這個 這個賭博集團以後 我們先看看說他的伺服器 線上的伺服器 主機鐵隊 國內還是在國外 都在國外啊 對啊 那如果說 在國外的話變成說 檢察官他要去搜索 不知道要搜索對嘛 你要抓那個金流 你要知道這個賭資 是不是真的用在賭博上面 這個要證據嘛 不是你說 說你這個賬戶進來這麼多錢 就一定是用在賭博嘛 再來是說 有那半壞掉的問題 是說 你這個賭資進來 它是會有一個城市在跑 來決定輸贏嘛 那這個城市 你沒有扣到主機 你怎麼知道它城市 是不是有詐騙的問題 對 那還要去英屬 維京群島那邊找嘛 對啊 畢竟說 而且我們對那邊也沒有 也沒有那個權力去那邊收 對啊 所以就變成說 這個又欠了到說 我們要辦賭博罪 還是要辦詐欺罪嘛 所以說變成說 這個第一個就是 伺服器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 我們現在剛才講的這個 公然 公共場所的問題 那也很多人講說 沒有啊 你在網路 在網路上怎麼不叫公然 怎麼不叫公然 我在網路上PO文 把他叫 這不是也是公然嗎 這樣子就公然無路嘛 但是我們法官跟你想的不一樣 法官的意思是說 你比如說在FB上你PO文 你要看你是設地球 還是設私密狀態嘛 好不是說你在網路上PO文 罵人就一定是公然嘛 要必須要大家都看得到的 才叫做公然嘛 那同樣的線上簽賭也是啊 你在家裡這樣上網賭博 沒有人知道你到底賭了什麼啦 對吧 網路上看不到說一定要抓那伺服器 才能夠知道你到底在這網上做了什麼 所以法官認為說 這樣子想起來好像不叫做公然 所以就變成說 最高法院就直接說 這樣子就沒辦法適用這個刑法的賭博罪 是 那當然還有剛剛講的這個 社會秩序維護法的一個問題 那我 這變成說 很大的一個諷刺 就是說 如果你們以前早期在那種公園 你在公園那小 有些比較退休老的 對 有些阿伯在那邊打牌 阿伯在那邊怕雞 就在那拔嘛 對啊 有的會在旁邊賣那個白雞 賣名牌 名牌然後給你報 那個是有罪的喔 哈 你在旁邊賣這個牌資喔 這個是有幫助賭博罪 對 而且是公開場合在公園裡面 所以你實際上 就變成說 為什麼說是博角判決 說你實際上 你去拔的人沒罪 沒罪 你在旁邊賣那個 不罪 不罪 我沒有下去拔 我只是跟你建議而已 對啊 對啊 所以會變成說 會變成說有這個問題 這就讓你覺得很荒謬啊 對 所以說 這個法院 我有看一下那判決 判決其實法院也是 法官也是說 這部分的立法的漏洞 那個立法委員要趕快處理 對 還有沒有其他例子也是這種 博角判例 你用傳真機 你在一般傳真機主頭都在明宅裡面搜 對 那這部分就變成說 沒有 在明宅裡面就不算是一個公共的場所 對 但是 在這個最高法院的判決出來之前 其實 超一半一半 有些法官就認為說 它還是符合公然啊 因為 你還是透過傳真機 明宅雖然不是公開場所沒錯 問題是 每個人都知道這個號碼嘛 大家很 就是有在賭的賭客 腳腳都知道這個號碼 都會傳嘛 所以某種程度你的明宅 已經不具有私密性了啦 所以就變成說 有些人認為這是公開場所 有些人不認為這是公開場所 那當時最後是怎麼樣判決 就變成說 所以才會有這個非常上訴 這個檢察總長剛剛說 沒有啊 你有個碰有罪 有個碰沒有罪 這樣我會比較要起訴 沒有起訴 我就不知道要怎麼處理嘛 所以檢察總長就 幫大家 就是 做一個非常上訴 讓法官來統一見解 好 以後就是 全部都沒有 全部都不叫公開場所 那你有關單位 你趕快去修法 所以就變成說 我有一個兄弟的 做兄弟的一個客戶 我有一天在跟他聊天 我就問說 你們最近 你們做的兄弟 是做什麼行李比較好 比較好談 比較好談 他說真的就是線上遷就 最好談 是怎麼說的 你不會搖子 那罪太重 那動載無期突刑 你說犯毒比較好 犯毒嘛 無期突刑 那你如果要去做詐騙集團 其實現在罪也 雖然說台灣也是詐欺亡果 但是 他現在有一個 就是可以適用組織犯罪條例 所以說他的罪其實也越來越重 而且現在你去領錢 他那個ATM都有攝影機 其實風險很高 那你說去做酒店呢 現在漂亮的妹妹都去開直播了 撒不到妹妹了 所以做線上賭場 最好 聽說第一 沒風險 因為現在大家都先儲值 都是做現金版 儲值進去 你不用再去追債了 不會被人家跑掉 而且現在還多一個 外樓就是說 你可以做洗錢 外樓洗錢 就是等於是你開一個線上賭場 然後你可以幫那些詐騙集團做洗錢 怎麼洗啊 錢就直接進來 然後再出去就洗乾淨了 對吧 他都可以直接抽10% 所以等於是100萬進來 我就可以抽10萬 你那個 那種詐騙集團凍著好幾億 進來再出去就領1000萬 那為什麼不做呢 而且又沒風險 你這個 現在最高法院就直接講說 這個部分都沒有罪 那風險很低啊 當然最高法院這個見解是指賭客 那你如果說是主頭的話 其實他還有另外一條 但是也很輕 三年以下 所以大部分都是判醫科罰金 所以這個真的是 兄弟認證的好做 真的是連兄弟都認證說太好做 這個網路上的遷賭 但是在這邊還是要奉勸大家 你真的千萬不要去沾喔 網路遷賭 剛剛我們也講到說 有的人是一開始100 300 結果到後來變成兩個禮拜呢 他就輸掉差不多要80萬塊錢 你這個錢到底要哪裡來 一個月才賺3萬塊嘛 好那建民我要請教你 剛剛我們講到主頭 主頭在這個網路上的遷賭 到底是有多好賺 他們是不是還有一些什麼抽拥的方式 也是不一樣的 應該不是說抽拥的方式不一樣 應該是說現在有沒有 現在主頭啊 其實他們要怎麼樣來去找這些會員 這些會員就是 等於是就是他們的咖嘛 那其實現在很多主頭有沒有 其實他們的模長 其實已經都侵入到校園 因為我自己身邊有不乏一些朋友 他們自己都當主頭 但是我到上個月 就是像我剛剛講 我有接觸到一個案件 我看到一個最年輕的主頭 17歲 17歲當主頭喔 而且他是在內湖 讀的是某一個公立高中 他這是怎樣 是就是說主頭有沒有 其實他現在會怎樣 他會 比如說有學校有一些 可能一些中錯生 或者是怎樣的 就是說他會找這些學生幹嘛 來幫他當條啊咖 他可能會怎麼樣跟他說 然後他會說 你如果今天你幫我介紹 會員進來 幫我找一些 想要玩的這些咖進來的話 那你有什麼好處 基本上我會退水給你 這個退水給你也就是說退佣 退佣 因為他們這個求版有沒有 我現在講的這個 不是現金版 是所謂的就是線上的信用 信用幫就對了 如果說賭客今天下1萬塊的話 1萬塊的押注量的話 會有反150塊的水 那基本上我這個水 我是全部退到你的身上 那你自己要退多少給會員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對那但是前提之下 你要負責幫我把賬收回來 因為這個會員 這個咖是你介紹的嘛 對那這是第一 那第二個好處是什麼呢 第二個好處就是說 今天倘若你介紹的咖給我的話 如果這些咖 這個叫做月退 如果他倘若輸50萬的話 那基本上我一個月 我就月退一成給你 對這就是你第二個好處 就是佣金就對了 千萬不要忘記 十讀九書啊對不對 賭博這事情 真的是千萬不能夠沾的 不管是在線上 或是說在這個實體 都是一樣的 好我接著請教一下 我們蕭勇善戰的瑞德哥 過去在當這個社會記者的時候 曾經跟很多的警察去衝賭場 對不對 還有連續闖三關 吸到鳥急的話 第一個就聞到味道 飛機上一定有燒焦味 就是BBQ的味道 後腿啟動發動機 一啟動啪那個焦味就出來了 那客人就開始就鬧轟啊 說飛機有問題拒飛 跟機長廣播 就說座長長在幫飛機的早餐 那早餐呢是 過去我跟過很多的警察單位 去衝過賭場 那麼其中有一位 現在台北市還在當副分局長 他在當基層分隊長的時候 那麼他很喜歡 那麼代隊直接去衝賭場 那我是記者嘛 沒事在二三十年前 我們就跟著一起去 以前都是這樣子的 一起配合一起去這樣子 結果呢 當時後來台北市的這個賭場 在改變 我親眼跟他們去看一次衝賭場 看到賭場的改變到後來 竟然到了豪宅階段 到豪宅階段到哪裡去呢 民水路啦 東區信義計畫區等等 為什麼呢 因為塞有三道關卡 但當你到第一道 那個穿著的那個保全員 有的保全員 還穿得很像 很像那個特種部隊 退役了以後去應徵的嘛 就被你擋下來了 警察機關調查局要來 他先把你擋下 擋下了以後呢 當然你有搜索票 他會讓你進去 但問題是 就在那邊弄的過程當中 下面那個監視器 人家早就已經拍到了 對對對 等到你到了第二關 是到了你的電梯的時候呢 上面全部都 全部都有監視錄影帶了 然後等到第三關的時候呢 那你說我就破門嘛 按電鈴叮咚叮咚 你不開呢 我就給你破門 沒有用了為什麼呢 他們早就跑光了 對啊 該收人收好了 豪宅從哪裡跑掉 不好意思啊 你有沒有看過不可能的任務啊 不可能的任務裡面呢 有往天上天花板上面去的 也往地道去的 還有往隔壁 我還看過密門的 完全看不出來 完全看不出來 然後呢 真的就是要一壺畫 一壺畫一壺畫 把畫拿開了以後 還是看不出來 用手圈去推了以後呢 還推了出來 原來這個地方是活動密門的 就真的跟電影裡面一樣啊 真的像演電影一樣啊 然後最尷尬的一次 因為我跟了很多次 最尷尬的一次是 去了以後呢 竟然沒想到 去了以後很尷尬 因為那個賭場的負責人 很生氣的說 你們剛剛才來 你們剛剛同事才來查賭啊 才走而已啊 他就很奇怪 剛剛來查賭的話 抓賭的話 你們為什麼還可以繼續開啊 對 我們拿了一百萬給他啊 不知道怎麼辦 不過因為已經很久了 所以不用來問我是什麼人啊 剛剛才拿一百萬給人家 你又來抄 剛剛才拿一百萬 那到底是誰啊 誰來這邊啊 等於說啊 來這邊那個 聖巴豆瓶對不對 然後來抓賭 帶了一百萬走啊 南部有一次啊 抓賭 創下台灣有史以來 抓賭最高紀錄 最高紀錄 高規格紀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抓賭不是 有雲梯車的 雲梯車然後破窗 然後進去了 要不然的話呢 就是層層想盡辦法 衝上去了 南部在高雄呢 那麼當時抓賭的時候 剛好在沙洲 旁邊就是河流 全部都是河流 四個年軟一個沙洲 等一下賭場在沙洲中間 不然也太危險了吧 然後弄了一個大型吊橋 人車都可以過去 但過去以後 就把沙洲弄起來以後 你就沒辦法過去啊 然後呢 他在沙洲的中間 跟兩邊都有放哨 就是有無線電的 對不對 在把風啊 所以你警方 就算你警方從陸地上 還是說用從那個 你那個 釣用那個警艇過來 都會被發現 你知道後來 怎麼破獲這個賭場的嗎 那真的不可思議啊 怎麼樣 晚上的時候 到半夜的時候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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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什麼聲音啊 這是什麼聲音 然後呢 突然間刑警 就用浦湖摸哨的方式呢 直接爬以後 先把案子上的那些 把風的人全部抓起來 然後呢 突然間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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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到了沙洲上空 霹雳小組就好強實彈 還有包括這個衝鋒槍 從空直升機 垂直升降 蹦了什麼就下來 十幾個人全部不准動 門一拆開了以後呢 地裡面 我們是拔了一個洋餌 剛剛我們出去了 霹雳小組從天而降都來了 不是不可以 需要用這樣的陣仗嗎 出動霹雳小組 直接從空而降 然後呢 天降神兵就破了這個 沙洲上的職業大賭場 好 所以看看 真的是没想到 居然还有霹雳小组 从天而降来破获赌场 不过说在空中 接下来生活不可不知 我们要带你来看看 今天有个消息 让大家吓了一大跳 说港龙的航空的班机 当时什么样的状况呢 说它的引擎好像冒烟了 然后赶快在外海这边盘旋 卸油 后来还好是安全地 回到了高雄的小港机场 我们先来看看怎么回事 一架港龙飞机 才刚从小港机场起飞20分钟 又一圈冒烟 紧急折返 飞上去的时候才有看到那种 那个右手边 那个喷尸引擎 有喷出那个火焰 目击民众惊恐万分 当时出动好几台消防车 在附近待命 扳机降落后 检修人员查看冒烟状况 因为我刚好坐在引擎旁边 那有听到那个 轻尾的有点蹦蹦的爆炸声 但后来是以为是收轮胎 没有收好 后来才发现 就看了窗外有火花 原本传出右侧机 引擎遭鸟击中冒火 但民航局证实误传 车架港龙451班机 早上8点从高雄小港机场出发 要飞往香港 但才起飞20分钟后 就传出发动机 风扇叶片失速 有冒烟的情形 飞机在海外耗油折返 在8点31分降落小港机场 全机317人平安返台 这架飞机会留下检修 那其他的旅客安排 我们会派其他的飞机过来 载运旅客 那如果客人有意愿更改行程 我们会协助旅客 大批旅客即在机场大厅 等待安排别的航班 港龙航空也提供200元餐费 原本开开心心出游 却经历一场空中惊魂 索性全员疲安 详细的事故原因 还有待调查理清 先请教一下詹姆士 因为在这当中 传出说飞机有在外海 然后还卸游 所以大家就觉得很可怕 是不是好像 感觉上危机重重 对 事实上 因为我早上起床 开了新闻 我有什么发生这事情 什么港龙的飞客机 然后发动机又失火 失火之后又在外海 又绕圈圈 对 寒悬泄游 吓死人 对 但是你知道 我们这种人就是 就是内航人 就是看门道的 你们就外航人 因为我一看到说 在外海叫是泄游 它就绝对不可能是失火 后来非常会证实 就是它不是失火 因为失火哪有可能 还在那边泄游 那油漏出来的话 不是爆炸 对 所以我常常说 我要给观众朋友 机会教育 只要你飞机如果出事 然后常常在 搭飞机在飞机上面 听到机场广播 我们现在飞机要返航 因为到哪里去 大概要盘旋向放油 或者要把油烧掉 那你就安心了 佛珠就不用拿出来念 为什么 因为就代表不紧急 放油的话就是OK的 就是OK 因为不紧急 所以我们飞机这样说 就是我们有那个 急急状况处理的程序书 翻开第一页就是失火 只要失火 就是不管怎么样 就在海上 你要把飞机落在海上面 因为你不落上去的话 这飞机就烧干了 那所以通常 只要去待命要卸油 都还是小状况 小case 对 那早上新闻 新闻又在报 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就说 那这个赶快把油烧光 不然落地 因为有油嘛 油就会 飞机会失火 这样子落地之后 可能就变成大火球这样 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事实上待命 我们常常一起飞 要马上飞机有状况 要返场落地 通常就是 超过飞机的 最大落地重量 所以因为起飞 我是可以起飞 但落地因为太重 因为我们通常一起飞 没有预计 一起飞十分钟就要回来 所以通常一起飞 都是超过 最大飞机的落地重量 但是我们飞行的途中 会把油烧掉 所以到目的地的时候 已经低于可以落地的重量 当然就可以落地 那你一起飞 一有状况要回来 当然就超重了 对 就至少卸油 对 那有些飞机 是可以卸油 那它可能二十分钟 把油卸光就会回来 那事实上呢 我们飞行 遇到鸟籍 见怪不怪 真的见怪不怪 一个发动机 有这个鸟 啪啪一进去 它就烧焦了 因为发动机里面 大概一千多度 温度一千多度 大概一定要比 鸽子还要大的 进去发动机 大概叶片 整个就会受损失效 我讲一个 我在印度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我在印度的时候 曾经有一次 因为我发生 发生很多事情都在印度 驾驶舱门坏掉 那没有门也在飞 发动机我上次 前面上讲过 发动机破一个裂痕 这么大一个裂痕 拿胶带贴贴继续飞 这样厕所坏掉 叫客人全部在 那个航站里面 先把尿完 然后等一下起飞 三个小时不能上厕所 也发生过 也在印度 我在印度还有一次 就是要嘛 早上起飞 前天晚上 这发动机尿机 那我们晚上没有人捋破 就不知道 我早上接第一班飞机 后推启动发动机 一启动 啪 那个焦味就出来了嘛 BBQ烤肉焦味穿 我们就知道 跟副驾驶讲 前天那个鸟鸡 没有报告 那客人有 客人不知道嘛 客人闻到就 好严重的烧焦味 你们飞机是否 想说发生什么事了 什么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们就 跟空服员解释嘛 因为其实有 飞很久的庄长都知道 因为偶尔会早上 那个焦味 就是发动机的焦味 对啊 发动机就有两个味道 会进到驾驶舱 第一个就是煤油味 第二个焦味 因为我们空调是从 发动机吸气进来 对啊 那客人就开始就闹轰啊 说飞机有问题 拒飞啊 他会害怕啊 那我就跟 做庄长就跟客人解释嘛 不是啊 那是因为我们发动机 有鸟鸡或什么 洗发动机的味道 那客人不相信嘛 那怎么办呢 跟副驾驶讲说 那不然这样子 我做机场广播好了 我就跟机场广播 所以说那是因为 我们的做庄长在帮 飞旋乐早餐 那早餐呢 是 chicken BBQ 所以有这个味道 而且客人也相信 就算了 就这样每次就飞走了 觉得OK就算了 对对对 大家也太好骗了吧 还印度嘛 印度啊 好来 这个创下我们也来看看 其实有很多很可怕 鸟籍的这个场面 在过去都曾经出现过 鸟籍确实是很常发现 尤其是在机场 这么空旷的地方 鸟是最喜欢在那附近 飞来飞去的 这个是你看的 因为飞机在飞的时候 它进场的时候 突然一根小鸟被吸过来 直接一撞 撞到它的挡风玻璃 然后玻璃 我们就算是开车 在高速公路上 玻璃突然碎掉 你都会手忙脚乱 它这样一撞之后 整个玻璃都碎了 然后整个都碎了 有去计算 如果在这个时候 下去的时候 一只麻雀撞到这个玻璃 它等于是 10颗不相子弹 直接的打上来 可是这玻璃也太不堪一击了吧 没有 那是10颗的子弹 不将子弹直接打下来 所以都一样 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有 这个是 它这个打造的话是 幸好它已经降落了 如果在高空上的挡风玻璃 过去的话 以前就有一个 一国航空5039号 突然之间 因为外面压力比较大 机场立刻被吸出去 然后就挂在那边 挂了一个多小时 我的天啊 太可怕了 所以是非常可怕的 尤其是飞机在起降体前 是成为最可怕的 危险的三分钟 因为在那时候 飞机已经离地很近了 然后很近的时候 你出一点状况 如果那机场不是够镇静的话 整个飞机就会摇摇晃晃 然后这个也是起飞的时候 一只小鸟就直接过来了 那通常这个会想要大一点 那大一点的话 大概通常会比鸽子 或像鸭子这么大的时候 对 你看那起火了 它一撞进去 因为你知道 整个飞机的发动机 就要赶快地吸空气进来 那速度是很大的 曾经有做过实验 有车子经过的时候一吸 连车子的货柜 都会被吸过去 所以一只飞机整个鸭子就进去 进去一撞之后 打破里面的叶片 打破叶片之后 然后里面的叶片 睡了后再继续去搅 所以就会这样直接冒烟 不过现在的大客机 通常两个疫情 只要坏了一个 机长都有能力 把它给降了 还有另外一个 所以大家就是 完全这个时候 就是稳定地听机长的指挥 好好地飞回来 然后还有一次 这个它是一个飞机 它竟然这个就告诉你说 绝对是鸟籍 因为它是在那个快又降落的时候 对 这是一只鸟吗 这么大 一只鸟就直接挂在那边 然后就直接把它有雷达罩 前方那个雷达罩是铝座的 然后直接的 里面是保护那个雷达的 一穿之后 它整个鸟就卡了在那边 就直接撞去 就卡在那边 撞过一洞卡在那边了 撞在这边 不过这个都还算是运气比较好的 有一起是最神秘的 什么样的神秘法 到现在为止 全世界没有解答 是个谜团 那是因为鸟通常飞得不高 然后你会撞到鸟籍 就2013年的时候 有一架飞机 从成都要飞到广州去 经过了喜马拉雅山 就只看到下来之后 大家就傻眼了 就只看到下来之后 大家就傻眼了 在飞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 然后一下之后 你看整个机头 就凹了一个大洞 可是飞的时候都没有感觉到 没有感觉到 那怎么会再凹了这么大一洞 可是这大洞就很奇怪 因为那个喜马拉雅山 8848公里 所以它飞的时候 这么高 全世界几乎没有什么鸟 可以飞到那么高吗 然后怎么会撞到 然后后来 中共马上讲说 有啦 有一种鸟是全世界 唯一能够飞过喜马拉雅山的 叫梭羽鹤 它整整亿展起来的时候 比我还大 它都是直接飞越喜马拉雅山的 可是如果是这种猴鸟的话 如果它一撞的话 那不会只是凹一个洞 那整个雷达罩都应该被撞得 像一个大祸洞一样 而且为什么还没有感觉 对 还没有感觉 而且更奇怪的是 如果是说以后这么大一只鸟 你在那个整个凹洞上 结果没有任何的血迹 也没有什么羽毛的 也没有羽毛 就很奇怪 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可是那时候在雷达罩里面 就看到在撞到之前 有好像有腿银的光影 在那附近出现 然后又很奇怪 刚好在那个时候 同时在英国有三架的民航机 在降落的时候 他们都拍到影片 就是天空中有一些奇怪的 圆盘转的东西 幽浮吗 幽浮 对 他们就刚好在那一天拍到 然后有三架 那是在英国 可是没想到喜马拉雅山这边呢 也就出现这个最神秘的 就被撞了 然后到现在为止六年下来 所谓世界非安委员会 都告诉你说